來關心全球關注的焦點 那麼日本呢 在8月24號開始排放他們的核廢水 而且一排長達30年的時間 多達了134萬噸 那麼對於整個環境 還有對於台灣的影響是什麼呢 從這張圖來看 那麼福島大約在這個位置 因此接下來的海流 雖然台灣跟它很近 但是海流是這樣走的 會沿著北太平洋的洋流 到了美國加拿大 所以包括了像美國的生蠔 或者美國的海鮮 加拿大的龍蝦 是不是都會受到影響 接著再回到這個赤道暖流的部分 沿著黑潮 那麼到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的原人會 估計大約是在一年之後 會進入台灣的海域 會受到影響 一年之後什麼概念 就是在明年的8月份 中秋節之前 大家就會可能買到了海廠 會出問題嗎 而另外呢 川的濃度在4年之後 達到極大值 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北京清華大學 他們有個擴散模型的研究 發現最快在240天 抵達台灣跟中國大陸的沿海 240天 8個月的時間 等於是在明年4月左右 包括日本 韓國都在搶鹽 台灣有一些民眾也很緊張 空的 空的 整排貨架上的點鹽 都是空的 在患疫間 週一早上 食鹽貨架上一樣一掃而空 只剩零星海鹽和玫瑰鹽 日本排放核廢水 讓大陸 韓國掀起吞鹽潮 難道台灣也跟風嗎 最近大家都在搶破五千 為什麼 因為那個日本刀那個 我廢水 再看第三間 狀況也一樣 尤其台鹽點鹽搶得最兇 連續直擊 信義區三間賣場 點鹽都買不到 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就發文 指出每天要吃444公斤 直接拿福島核電廠排出的水 做成的鹽巴 輻射劑量才可能超標 這些漁貨從船身裡吊起 準備過磅拍賣 如今漁民們卻得多一份憂心 日本川排放是否安全 尤其北太平洋捕撈的秋刀魚 首當其衝 洋流的路徑剛好就是 部分是在我們的作業漁場 路徑來看 我們會感到有一些憂心 透過更多的一個檢測 讓消費者的信心建立起來 台灣目前最靠近日本的捕撈漁場 就是秋刀魚 今年台灣配額8萬一千兩百一十公噸 在排放前 部分漁獲依底台 只是下個月中秋節 就怕消費者 憂心秋刀魚食安 怕價格跟著受影響 如果它污染到海產 那民眾又直接吃到這些 污染到川的海產 的確是會增加 離癌的風險 醫師也建議如果民眾擔憂 可以選擇國產魚 台灣雕 石斑 虱目魚 烏仔魚等 日本就長達30年的排放計畫 香港 澳門 大陸都已經禁止日本海產 反觀台灣維持持續監控 食安能否把關到位 民眾都很關注 這真的是全球性的問題 因為海水蒸發 變成雨水之後 再降到土地上 是不是農作物也會受影響等等 我們請教一下 江醫師 在這一次日本的核廢水 他說他處理過了 但是有一樣東西處理不掉 就是川 川到底是什麼 川其實是氫氣 的一種放射線同位素 所以他的麻煩是為什麼他不給他吸附掉 處理掉 不是他不願意 因為川就存在水中 那你不能過濾水 你過濾的是水中的放射線核種 對不對 你吸附的是水中的顆粒 或者是像他用的16個吸附塔 分別對抗氧離子 陰離子 還有就是有機吸附 他如果好好的操作這16個吸附塔 你可以看到他送到全世界各國去做的 這個輻射核種的殘留驗證 都通過 都沒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國際原人總會不會 允許他排放的原因 不過這種排放事情就是跟台灣 很多工業區排放的故事是一樣 設置原理都沒問題 排放也都可以達到標準 可是只要你不盯緊他 你不曉得有沒有人會偷工減掉 因為我跟你講 所有的什麼洋離子數字 陰離子數字 還有所謂的有機吸附器 全部都要用錢買的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環節出問題 可能後面的問題就很大 而且台灣就已經有太多次說偷牌 就把它繞過去為了省錢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重點 其實絕對不是穿 因為穿第一個 人體半山其實是短的 第二個問題 它散發β輻射也不夠強 所以它並不是我們擔心的範圍 今天最主要 我個人會擔心的原因就是 它到底這16個吸附塔的運作 能不能長時間維持好好的運作 還是有一天冬天就會想說 沒有人在看 那我是不是偷掉 那個偷掉 反正沒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 應該是在把關上 要用力的著力 你才能避免大家承受到的風險 不過我個人覺得 鹽巴的事情這是滿好笑的 什麼東西裡面不會有水 鹽巴裡面不會有水 對不對 因為穿是存在水中 鹽如果有水它就結塊了 所以鹽的含水量很低很低 所以基本上你最不用擔心的 其實就是鹽巴了 但是如果像你說的 真的哪一個環節出問題的話 因為在食物鏈裡頭 小魚 然後大魚吃小魚 然後像我們人類又吃大型魚 吃小型魚 什麼都吃等等的 這樣累積上來 你比較擔心的會有什麼狀況 其實像他做的前期研究 他用了兩年左右 弄了個比較小的魚 底漆的魚他就做過研究 證實說他沒有什麼蓄積的問題 尤其是川沒有蓄積的問題 可是我們也知道 它污染的核種裡面 包括布等等的問題 它就有蓄積的可能性 甚至蓄積的骨頭等等的問題 所以被人家證明就是說 你既然要做 你為什麼不做大型魚 不過我坦白講 為他講一句話 就是說你叫他做大型魚 他有困難 因為鮪魚目前 沒有很好的成功養殖 他好大一隻 他你的相往要做多大 才夠他游泳 是不是 所以你沒辦法去做鮪魚的 這個測驗 就是因為他真的是一個 所謂的大型魚類 而且他游數太快了 你到底要多大相往 才能給他玩 所以你沒辦法養鮪魚 所以你就沒辦法做鮪魚的測試 所以今天比較擔心的是說 如果真的操作不當 導致於放射性核種的漏出 然後它開始蓄積在這些 長命百歲的魚 像鮪魚動作 活幾十年不是問題 它就開始會累積這些 所謂的放射性核種在體內 那我們吃的可能 才會真正產生問題 所以所謂的生物蓄積效應是什麼 是比方這個魚有問題 這個蝦有問題 吃了之後1加1等於2 還是說到人體之後 就一樣是1 還是說不只是1加1等於2 可能是倍數成長 大部分來講 生物蓄積效應 大部分的物種之間 會乘以100到1000 所以它不是1加1等於2 它會乘以100到1000 所以這是比較害怕的 當初我們也在被工業界騙過一次 對不對 當初工業界說海炮廢物的概念 就是說你把5萬公噸的這個髒東西 放到太平洋海水中間 給它丟下去 那以太平洋寒水的總噸數 5除以這個無限大就等於0 所以就不會傷害人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你發現說你丟進去 萬一是狗牽這些東西 它有生物蓄積 結果它海水中很低 低到射不到 然後在浮遊生物就開始測到一點點 然後小魚就可以測到 大魚就變很高 然後就回給我們吃 對不對 所以今天最怕的是說 從到以前的復測 被它們騙說 這個沒蓄積所以你就很放心 其實這個是要監測的 好 那以譚老師來講 你平常對於毒物方面很小心 那所以海鮮你平常怎麼選 其實我在買魚 大概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我是不吃大型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其實過去的 大家都知道 這個大型魚 它的拱含量會比較高 其實衛福部也會建議你 鮪魚 棋魚 魷魚 鯊魚 這種是大型魚 所以儘量不要吃太多 尤其是孕婦跟小孩 這個是對腦部影響很大的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再來 其實我有時候會去煎鮭魚 因為有時候這個也滿好吃的 但是我在煎鮭魚前 我會把皮去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讀物學建議你 魚有三個部位不要吃 魚頭 魚皮 魚內臟 為什麼 因為這容易累積重金屬 其實美國做的研究很有趣 你把鮭魚去皮去煎了之後 它可以比你整塊去煎 重金屬會少40%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在去皮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就說 這個魚皮 魚頭都是最好吃的 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指的是大型魚 其實濕木魚頭我自己也很喜歡 我也常常吃 像這個什麼 秋刀魚我們是整隻吃 青魚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是指的是大型魚 那再來我個人不會去吃滑跳跳的 為什麼我不迷戀這個滑跳跳就是 我們很喜歡講說這個滑跳跳比較多 對 我基本上我不吃這個滑跳跳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的冷凍技術非常好 它一撈起來它是極速冷凍 其實最能夠保留它的新鮮度 有時候你在那邊一直羊 要讓它活跳跳 你可能要做一些處理 像之前不是有孔雀石綠的問題 其實魚你要裝海船的時候 你要把它送到其他國家 它其實會碰撞 碰撞就會破皮 破皮之後細菌就會進去 事實上也會造成細菌感染 所以可能就要用一些藥物來 讓它不會造成碰撞 然後產生細菌感染 所以我們去海港很多海鮮店 都有什麼蝦子 真的很多蝦在那邊跳 然後蚌殼類 你這些一樣也都不吃這種 活跳跳的嗎 其實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在家煮 所以我都是買冷凍的蝦子 回家自己煮 對 通常我大概就是會這樣子挑 我很在意的就是說 我會吃小行魚 小行魚大家不知道怎麼判斷 其實很簡單 你的手掌這麼大 或者是你的盤子裡面 看得到頭跟尾 這都算小行魚 對 好 吳醫師如果以中醫來講的話 有沒有哪一些茶椅也可以幫我們 身體裡頭有一些不好的東西的時候 幫忙排出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防腐補氣茶 我們的元氣 我們的那些各方面 武藏的系統夠強的話 它可能在這個部分 它有一個基本的防腐作用 至少可能就是清熱解毒 今天用的就是我們用了一個白木耳 根據一些研究 它對然我們可以潤肺 潤腸 所以有時候上廁所不好順暢的話 白木耳給它吃一吃 它也會比較好上 然後像潤肺 像現在天氣比較乾燥的時候 你會發現吃一吃的話 人的皮膚或者氣管 那個痰也比較好化出來 所以它對研究來講 白木耳它也可以有一個 防腐射的一個作用 就是增加我們的身體裡面 對於皮膚這個部分 淋巴或者是輻射的一個轉化作用 就是幫助我們細胞的一個代謝 還有就是防腐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魚腥草 聽說 傳說 魚腥草是那個 以前不是發生那個什麼 核災嗎 那個什麼諾比 車諾比 車諾比 然後他說只有這個草 在當下的時候 好像還活著 這個就是魚腥草 然後他們也因為這樣 他們所以在有一些藥理研究 我就發現 他對於我們的抗輻射 或防輻射 還有增加我們的細胞的防腐 還有避免它的傷害這個部分 他有一定的研究的一個成果 在這裡魚腥草這樣 我們剛剛說的就一個防腐 還有一個就是要增加 我們自己肝腎的排毒的 我們加了一個柴壺 這個柴壺就是入我們的肝膽 一定要有肝膽的一個作用 還有就是靈芝 那它的靈芝在我們的這個 中醫有一些藥物 在神龍本草精裡面 它有上品 下品 那當然下品會用到 但是上品一定要用的 這個有一個靈芝 那它靈芝又叫什麼 仙草 不是我們說那個仙草 神仙草 意思就是 仙人用的就對了 仙人用的草 所以它這個上品 上品的意思就是說 你對我們的肝心 五臟這個都有保護作用之外 它可以增加我們身體裡面 一個防腐力之外 它也可以有補氣 補腥氣 所以在這個部分防腐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黃旗 黃旗加上我們的柴壺下去 它可以讓我們有些人氣虛 沒力氣 下陷的人 又乾火旺的人 這個部分可以做 你說就怕那些虛不虛不 這個部分 然後加上苟旗質 我們知道它可以治療我們的肝腎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可以 防毒又可以補我們的鎮氣 這個部分可以給參考使用 那營養上面呢 其實營養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會希望提高抗氧化能力 提高代謝力 然後降低所謂的這個 就是我們會有希望說 五大營養素是要必須的 其中特別有提到 所謂的孵光肝胎的部分 它其實是可以增加我們的免疫力 然後提高我們代謝力之外 因為它本身 孵光肝胎的成分 它在我們的肝臟跟腎臟裡面 含量非常的高 肝臟腎 腎臟基本上 它是排重金屬 排環境毒素 很重要的兩個器官 所以我們的器官裡面的 營養成分要充足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說 我們一般提到抗氧化 都知道維生素C跟維生素E 孵光肝胎它可以去加強 維生素C跟維生素E的作用 對 可以讓它更加強這樣子 但是因為它有個特色就是說 含有孵光肝胎的食物裡面 這個營養素它怕熱 所以如果你在烹煮它的時候 比如說像蘆筍 酪梨 菠菜都滿多的 那我們盡量就是不要用高溫或油炸的方式 因為它怕熱 敷光肝胎就容易流失掉 可以用水炒的 像菠菜等等 對 然後盡量就是以蔬菜水果的 這個來源為主這樣子 所以很多水果也有 對 很多的水果裡面也會有 然後像油脂裡面酪梨 或是有一些梅類的水果裡面 也有敷光肝胎 然後另外像β胡蘿蔔素 它是子溶性的 我們再講第一道的抗癌 抗氧化的防線是β胡蘿蔔素 而它是我們希望就是說 從茶裡面來 每天大概喝到500cc左右 那我們會希望C的含量要夠 因為C它其實是我們肝臟 抗氧化酵素裡面的 很重要的一個原料 那肝臟我們一直在強調排毒 就是其實肝臟要強夠 強力 然後點的話 大家一直在講說鹽 其實海帶裡面跟說海苔裡面 它的點可以幫助我們 提高我們的代謝力 也可以增加排毒 好 其實在生活當中 還有很多的毒物 我們會吃進去 比方說大家最擔心的蔬菜水果 農藥的問題 那麼農藥 很多人用小蘇打粉去洗 用鹽水去洗到底 對不對 等一下談吞車老師好方法教大家 喜歡健康2.0嗎 一定是非常喜歡的吧 那麼請大家在 健康2.0的YouTube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隨時有最新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